今三年春王正月定位 藤子元族 夏 淑公如藤 五月 藏藤成功 秋 小朱子来朝 八月 大于 东 大于宝 北燕博款初奔旗 传三年春 王正月 正由吉如晋 宋少江之藏 梁炳与张替建之 梁炳曰 甚已哉 子之为此来也 子大叔曰 将得以乎 西闻 香之罢也 其物不凡诸侯 令诸侯三岁而聘 五岁而朝 有事而会 不邪而蒙 君轰 大夫调 亲共藏士 夫人 士调 大夫送藏 足以招礼命是谋阙而已 吴家命已 今必宠之丧 不敢责位 而树于守事 为巨获利 其敢但凡 少江有宠而死 其必济世 今之吴又将来贺 不为此行也 张替曰 善哉 无得闻此树也 人自今 子其无事已 替如火烟 火中 寒暑乃退 此其己也 能无退乎 尽将施诸侯 诸侯求凡不惑 二代夫退 子大叔告人曰 张替有之 其游在君子之后乎 丁位 藤子元族 同盟 顾书明 其侯使艳应请既是于尽 曰 寡君使应曰 寡人愿是君 朝夕不眷 江凤 智毙 已无失时 则国家多难 是已不惑 不舔先君之事 已被内观 昏耀寡人之望 则又无路 早是允命 寡人失望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会顾其国 汝说寡人 搅浮于大公 丁公 赵林毕义 镇抚其设计 则又有先君之事 即宜孤子媚若而人 君若不弃毕义 而如实懂政则之 已被平强 寡人之望也 寒暄子使书相对约 寡君之愿也 寡君不能独认其设计之事 未有抗力 在催蝶之中 是已未敢请 君有辱命 会莫大焉 若会顾必义 府有尽 国 四支内主 其为寡君 举群臣时寿其矿 其自唐书以下 十宠家之 既成婚 燕子受礼 书相从之焰 相与语 书相曰 其其何如 燕子曰 此即是也 无福之 其其为臣氏以 功弃其名 而归于臣氏 其就四量 豆 曲 府 中 四生为豆 各自其四 以登于府 府时则中 臣氏三量 皆登一焉 中乃大乙 以家量带 而以公量收之 山目如是 伏家于山 于言圣阁 伏家于海 民参其利 二入于宫 而衣食其衣 功据朽度 而 三老洞内 国之诸事 聚见永贵 名人痛急 而或欲修之 其爱之如父母 而归之如流水 欲无或民 将烟辟之 姬薄 纸柄 鱼岁 薄细 其相胡宫 大鸡 已在其矣 书相曰 然 虽无公事 今亦即是也 戎马不驾 轻无君行 功成无人 足列无常 庶民罢毙 而公事滋尺 道锦相望 而女傅亦游 名闻功命 如桃寇愁 鸾 细 须 缘 胡 须 性 薄 将在造立 正在家门 名无所依 君日不圈 以乐韬悠 宫世之悲 其何日之友 禅鼎之名曰 媚诞披险 后世游戴 旷日不圈 其能久乎 燕子曰 子江若何 书相曰 尽之公族尽矣 西闻之 公事江碑 其宗族之夜先落 则公从之 西之宗十一族 为阳蛇是在而已 西又无子 公事无度 幸而得死 其其获四 出 谨公欲更燕子之宅 曰 子之宅尽是 矫爱萧尘 不可以居 请更诸爽楷者 辞曰 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似之 于臣迟矣 且小人尽是 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 敢凡礼 吕 公孝曰 子尽是 时贵见乎 对曰 记立之 敢不识乎 公曰 何贵何贱 于是谨公凡于行 有欲勇者 故对曰 永贵俱贱 既已告于君 故与书相语而称之 谨公为是省于行 君子曰 人人之言 其力搏哉 燕子一言而其喉省行 诗曰 君子如指 乱数传矣 其事之谓乎 其燕子如尽 公更其宅 反 则成以 祭拜 乃悔之 而为礼事 皆如其咎 则使宅人反之 曰 燕曰 非宅是补 为林是补 二三子先补林以 为补不详 君子不犯非礼 小人不犯不详 古之至也 无感为诸乎 足复其旧宅 公辅许 阴臣还子已请 乃许之 下四月 正伯如尽 公孙断相 甚敬而悲 礼无为者 尽侯家焉 受之以策 曰 子风有劳于晋国 于闻而浮望 四女周田 以作乃就勋 博实在拜鸡首 受策已出 君子曰 礼 其人知己也乎 博实之太也 亦为礼于晋 由何其路 况以礼中始乎 诗曰 人而无礼 胡不传死 其事之未乎 初 周献 鸾报之义也 吉鸾是王 范轩子 赵文子 寒轩子皆欲之 文子曰 温 无限也 二轩子曰 自细称以别 三传以 尽之别县不为周 谁或致之 文子病之 乃设之 二子曰 无不可以正义而自于也 皆设之 即文子为正 照或曰 可以取周以 文子曰 退 二子之言 亦也 唯亦 或也 于不能置于现 又焉用周 其以教或也 君子曰 扶之时难 之而服从 或莫大焉 有焉周必死 封氏雇主寒氏 薄食之或周也 寒轩子为请之 为其赴取之之故 五月 书宫如腾 藏腾成功 子扶焦为戒 吉焦 御一薄之计 敬子不入 惠薄曰 宫是有功力 无私计 交请先入 乃先受管 敬子从之 敬寒起如其逆女 宫孙差为少将之由重也 以其子更宫女儿嫁公子 人为宣子 子伟妻尽 尽胡寿之 宣子曰 我欲得其而远其宠 宠将来乎 秋七月 正含虎如尽 贺夫人 且告曰 楚人日争必义 以不朝立王之故 必义之网 则为直视其为寡君 而固有外心 其不网 则宋之蒙云 进退罪也 寡君使虎不知 宣子使书向对约 君若如有寡君 再处何害 修宋蒙也 君苟思蒙 寡君乃之免于利矣 君若不有寡君 虽朝夕如于弊异 寡君猜焉 君使有心 何如命焉 君其王也 苟有寡君 再处游再近也 张替使为大叔曰 自子之归也 小人奋除先人之壁炉 曰子其将来 金子皮时来 小人失望 大叔曰 即见 不惑来 为大国 尊夫人也 且梦曰 而将 无事 即树己焉 小朱木工来朝 既无子欲悲之 木书曰 不可 曹 藤 二朱 时不忘我好 竟已逆之 由聚其二 又悲一目 焉逆群好也 其如旧而家境焉 至曰 能尽无灾 又曰 竟逆来者 天所福也 既孙从之 八悦 大于 汉也 其侯田于举 卢仆必见 妻且请曰 于发如此种种 于昔能为 公曰 诺 无告二子 归而告之 子为欲赴之 子雅不可 曰 比其发短而心甚长 其或寝触我已 九月 子雅放卢仆必于北宴 宴简公多必宠 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 东 燕大夫彼以沙公之外弊 公聚 奔旗 书曰 北燕博款出奔旗 罪之也 十月 郑伯如储 子产相 储子享之 复吉日 寄相 子产乃具田辈 王以田江南之梦 其公孙造族 司马造建燕子 曰 又丧子亚以 燕子曰 西也 子其不免 待哉 江族若已 而归江史昌 二会敬爽 有可 又若一个焉 将其威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